手機跟電腦 還有電動車裡面 離電磁 裡面其實有這個規則 不過再來回收後 很多都是送出國外處理 最近這個環保室跟同研究合作 研究出來新的技術 希望可以把這種離電磁 留在國內處理囉 可以充電中學使用的離儲離電池 運用在手機的方法 不斷電腦頂頂設備 加上越來越多 民眾使用電動汽車跟機車 環保室有夠夠二零二五年 離儲離電池飛氣量會達到一千一百斤 目前有一半是輸出國外處理 其實它裡面有高級的金銷 像菇 環保室跟同研究合作研發出新技術 可以用較多的成分 拿出來內比較順滑的菇 我們現在黑粉只能賣八十元一公斤 但是要氧化菇可以到八百元一公斤 有十倍的成長 飛氣的離電池會經過破水分散台粉 分離春花店過程 最好可以形成 個富家借貸的氧化菇 同樣以強調和國際技術來比較 可以減少恐怖到同級成分 環保室也認為將來可以幫助促進 存款經濟三入圈 目前國內離出離電池回收率接近五十元 博物館 環保室解釋可能不借飛氣電池 民眾是放在房子還不進入回收體系 將來需要稍微提升離電池的回收率 在 uncom対ora那續站 做法 你 有 你